治疗叶袖有很多方法 但是现在最常用的 最被大家认可的一种方法 就是小切口 微创 彻底的清除叶袖的一种方法 它这种方法是什么样的过程呢 都给大家讲一下 它是顺着叶纹 进行一个大约两厘米长的切口 在皮下广泛的剥离 把叶区甚至叶区以外 一毫米的区域都做一个皮下的剥离 剥离好了之后 就从这个小切口 把这个皮下的组织翻转出来 因为肉眼可以看到的情况下 把汗腺和毛囊都给剪除 这是一种很彻底的一种手术方法 它的优点就是没有明显的疤痕 而且比较彻底 一般是不会复发的 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它的缺点就是我们做手术 有点复杂 时间需要的比较长 但是患者来说 副作用还是很小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经验 有挺多那种小战士 它们做叶匣 它们来的时候 一进处置时 屋子里的味 它一走了 这一下午都散不掉 所以说这非常重的叶匣 但是通过我们小切口微创的 这种彻底剪除 大汗腺和毛囊的这种方法 它再来复柴 复诊 或者很长时间 它都不会复发 所以效果是非常好的 感谢观看